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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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是能站在了自由搏击的擂台 向着一个更加有挑战的平台 对 这是他这个退役之后第一场比赛 付出的第一场比赛 我知道 而且从本身的这个技术体系上来讲呢 即使没有受伤 没有中断训练比赛 也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这个技术转变 但是董老师可以给观众朋友们讲一下 就是说自由搏击和散打这种技术转变 非常明显 非常难的意义 他的一点在哪里 节奏 就是双方的节奏 你很因为自由搏从全腿 包括这个动作 ilsa 那就有一个选择 但是我的选择 是很多它有所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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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宋快乐 在哪里面 们能不在强州拨出 的框 然后再辞州拨出त 简直到 需要对, 他这套路有二绯导的 Mooi 因为我的态度没出台 他的流程 在第一局比赛的双方呢 基本上还出一个比较试探的一个状态 所以都没有打出这个有效的进攻 我们看第二局双方的发挥如何 怕用连续的组合选法进攻 呃 这一个散打的选手 如老师转变成自由搏击派 他平均吧 就是通过董老师一些经验的估量 他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哦 快的话 可能半年你能转变过来 如果慢的话 可能到一年或者一年多的时间 你没有办法适应这种节奏 呃 这个第一个要看你本身对自由搏击的理解 第二个看你本身就是散打的痕迹有多深 哇 派尔宇刚刚这个拳法非常刁砖 虽然这个王之国在身高臂战上要有一点优势 但是在王之国打他这一瞬间 他做一个防反 他仍然那个拳头打到了王之国的面部 这个派尔宇的经验啊 非常老道 而且从场上这种表现来看啊 却是像一个老油条 对 前排手 两次的烧踢 场上还有表现的相当放松哈啊 嗯 呃 王之国不顾逼劲 但是逼劲州的拳法组合啊 打了连串 但是对于帕勇的伤害啊 呃 没有那么明显 黄智国的护怀有一些问题 粘上了胶部好像 很清晰啊 虽然哈尔勇看得很放松 但是每出一个动作啊 落点都很清晰 而且打肚打击的这个力道啊也有 这个外胸里持这种状态 其实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 是的 现在这个虽然王之国哈 有非常深厚的这种国际的功底 但是面对帕瑞勇这样的选手仍然 有一些优势啊 没有办法发挥出来 这个帕瑞勇的战绩也非常非常耀眼 它是265战 几乎是从小就开始比赛 能比赛的场次啊 要比这个王之国的训练的时间还要多 但是对于王之国来讲 我相信这场比赛他调整好心态 不是没有机会获胜 对 无论输赢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起点 因为伤病复出的之后 他这个年龄也不大 而且现在中国的国际市场这么繁荣 真的是有一条非常很长很宽阔的路 让他去走 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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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局决胜局 开场的王之国来了一个披挂腿 但是落空了 这个披挂腿是散打里面的一种技法是吧 我们开始是抬拳道的一个腿法 但是我们散打选手在比赛的时候 会把它和侧踹腿的启动做一个结合 所以你看一般的披挂腿 它是侧踹的启动动作 但是启动完之后呢会做一个变线 从上到下 这个向下砸批的一个动作 攻击效果往往可以起到出其不意的这种效果 当时著名散打王刘海龙就是以披挂腿一致成品 对 他的绰号是刘腿披挂 好 哇 这腿跟的很危险 对 接腿把这个王之国接到很隆外 对 这种打法的这种意识啊 他的前提是 对手在身体没有完全倒地 失去平衡的 跟上你腿 杀伤力很强 对 但是这个四川卫士的朋友们千万不要相信 不要认为 这个摔腿的分数越多 它这个获胜的可能就越大 其实在我们的规则当中这个接腿摔是不进入分数的 对 但是接腿摔呢可以起到破坏对手这个进攻节奏的一个效果 对对对 是在战术上是会有优势的 对 这有点像MMA的这种姿势哈 来了一个奇称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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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方打到现在 一个是可能节奏上不太适应 在机攻上 方式上 有一些找不到方法 另一个呢 非常放松的一个老道的一个老将 所以在场上看起来虽然不够 但是呃 因为是大级别比赛 只要有一个清晰的命中 我就很可能提前结束比赛 对 其实正是在这种不温不火当中 才有一种技术的较量 对 对 谁的功底更深 我们这个啊 新的这种体面啊 观众看的是一个热烈一个激情 但是呢 双方类似于这种不温不火 这种沉着稳定的打法 看的是思维脑子的较量 以及这个技术的火灌 来看来看来看 来看 让王之国 王之国啊 有点肚子不夹紧的这种态势哈 但是健身之后 不可以健身 健身之后这个帕尔勇 做了一个摟抱 但是其实我现在认为帕尔勇 厂上裁判虽然没有出示黄牌 但是也是对派扣了一分 是因为消极的冷暴 对 刚刚我就是想说这派人有 但是在吃老板 哇派人有点要冷静要冷静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我刚才的比赛 派永在这个比分 领先的情况下 由于犯规被扣分 所以比赛被判成停局 加赛一局 是的 双方这局很关键 我们看王志多 也是打出了一些激情 就是一局的机会了 连续的组合拳命中 在三局比赛时候 双方打了部分幕后 来到第四局 好像双方这火气 都被激发出来了 其实早这样的话 何必多浪费一个回合的体能 这个在第四回合当中 这个帕尔勇也改了前三局的那种态度 其实我认为这个帕尔勇一直在吃老板 你看他这个身体这个状态 完全靠经验 在比赛 对根本就不是一个常态化的训练应该保持的一种体型 而且在比赛泰拳上 这个泰拳选手特别容易 张得自己这个有经验 然后这种非常松懈的这种态度 是的 对 但是这个第四回合 帕尔勇也积极起来 在这局比赛时候 我还是要说 帕尔勇一定要稳定自己的情绪 因为在第三局结束的时候 在对手已经身体上半身快 这个图围维绳的时候 帕尔勇在这后面 后脑击打两拳 这个完全是故意的 帕尔勇的拳法的穿透力太强了 因为前手刺拳 打开了王治国的防守 好 然后加强也很快 我们再次进入裸暴环境 王治国这个意识很好 分开一刹那马上出拳 站尽先机 帕尔勇连续扫梯 这个时候我觉得王治国因为年轻啊 体重处备可能要比这个 帕尔勇要强一些 应该加快进攻节奏 因为这个时候帕尔勇明显动体能啊 出现很大的下降 其实这不应该是一个泰拳选手 应该的一个体能状态 双方在等分开力上大化 往这边接着压进 这就对了 多出动作 练续高考 对 对 走 走 王治国不要跟他进入这种 晋身残暴的环境 对打距离 然后多一些进攻 但是王治国的体能好像也有一些下降 进身之后身体也会注意放松那些姿态 走 但成功往往就在于你再坚持的 这一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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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激烈 好 加赛的 漂亮 两个人互相对 好 是的 这就是我们归 现场的观众的热情 已经双方带到一个海洋化的一个 都有 强 ederim 快点 快点 走 这就是我们人们 runner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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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